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独就像黑暗中的影子 不经意间就跌跌撞撞地出现 让人猝不及防 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不可避免地 经历过无人问 无人懂 无人配的孤寂时光 曾经听阿桑安静地唱着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狂欢 是一群人的孤单 年少的自己懵懂无知 始终不懂取忠意 岁月境迁 如今再听 不知不觉你是取忠人 奋力追逐的热闹就像一场烟花 温暖片刻 却终归是短暂的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留下无尽的落寞 繁华似锦 终有落尽之时 热闹非凡 也会取忠人散 陪伴是意外 孤单是常态 大多数时候啊 我们注定要一个人 做一段漫长的路 有人陪伴 孤然温暖 一个人突出 也能岁月静好 别费尽心思 去融入不合适的圈子 别千方百计 去讨好不懂你的人 一个人的时候 安静地泡一杯清茶 让茶香清入心脾 一个人的时候 细细地品读一本好书 让知识滋养灵魂 一个人的时候 尽情地舒展一次身体 让汗水带来欢愉 一个人的时候 默默地虚立 然后悄悄地绽放 正如书本华所说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时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我们孤单地前行 却可以拥有厚重的人生 今天是双十一 愿有人懂你的百无聊赖 愿有人陪你看星辰大海 如果没有 愿你能安静地享受独处 在每一个独自起舞的日子 静听花开的声音 在这边之后